你那车是什么车呀 新能源车呀 那好啊 那我喜欢的 那车多少钱呢 哎呦妈呀 十一万多呀 不行 太贵了 我这个车不能超过十万块 啥呀 大伙一起买 算组团是吧 能便宜多少钱呢 九万六 那行 那行 那我买 我买 我买 不是 你先别给我登记呢 我还得跟我们家领导汇报一下 我们家领导就是我媳妇 对 你跟我说什么颜色呀 大姐夫 我一会儿出门 我穿双什么颜色的鞋呢 红色 红鞋 那我戴个什么帽子呢 绿色可以 绿帽子 不是 那我穿什么衣服啊 裸色 大姐夫 先挂了 我回头给你打 回头给你打 怎么了 什么呀 我一会儿见客户 你让我穿双红鞋 戴个绿帽子 中间裸着 什么玩意儿 你干啥呀 你裸着 你敢裸着 人家敢看吗 你让我这么穿着呀 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穿了 你刚才说让我穿红鞋 戴绿帽子 我这跟人家打电话呢 人家告诉我汽车的颜色 你这看车呢 大姐夫 你说看人家车 你眼不红啊 你又买不起 不是 顺风啊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听呢 怎么难听呢 那我怎么就买不起车呢 就你那点工资 你还买车 赵刚子 我把话撂这儿 你买汽车那天 就是我钱润峰买飞机那天 你说话算舒服 我算舒服 街坊邻居挺好了啊 我买汽车的时候 他就买飞机 对 挺好了 我钱润峰买飞机 你别忘了啊 我忘不了 问你事呢 啥事 我一会儿出去 我那双皮鞋搁哪了 你皮鞋多了 我俩知道哪双啊 就那双 赠名瓦亮 光芒万丈那双 你要穿个灯泡啊 干啥呀 你出去装灯啊 我装什么灯啊我 就是六千块钱 我买的那双鞋 鞋棍你呢 我一说价钱 他就想起来了 哎呦我的妈呀 六千块钱买双鞋 你说烧包不烧包 就他这双鞋 够吃我多少年大葱的 哎呀 哎呀 哎呦 哎呦 这不瓦亮 味不味 味什么呀味 哎 哎 大姐夫 啊 哎你看这双鞋 啊 我记着我买这双鞋的时候 我是身家百万 我今天就要穿上它 我从走辉黄路 呦 出你这回的买卖 辉黄了 你能不能说点好话 辉黄你就一块说 还辉黄了 不是不是大姐夫 你放下你的葱 干啥呀 哎 你看这双鞋 我平时也不怎么穿 好像怎么不那么亮了呢 能亮吗 这么好的鞋 你也不上油 也不保养的 趁势 哎大姐夫 这是油 这是鞋 来 你帮我放鞋 哎哎哎哎 钱顺芳啊 怎么了 不是在这个家里 你让我给你干活 就这么理直气壮吗 行行行行 来 咋意思 来 我给你二十块钱 你帮我擦皮鞋行货 咱俩都是女婿 这鞋你就不能自己擦吗 不是咱俩是都是女婿 咱俩在家的位置不一样 怎么呢 你是干物业的专门搞服务的 我是民营铁家 我是负责赚钱的呀 你看在咱们这个家里 你服务 我赚钱 你看咱俩配合的多好 那你这话特别 我也赚钱的 没说你不赚钱呀 你赚的慢呀 我赚的快呀 有首歌就是写的咱俩 啥 阿门阿牵一颗葡萄 阿里阿能里的港发芽 蜗牛背着那种种的壳牙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我牛麦 你不是说我是个蜗牛吗 蜗牛 我告诉你 蜗牛爬得再慢 它总有一天 能够爬到树梢上 对 等你爬上葡萄 早就懒了 拿着拿着拿着 大姐夫 干啥 让你帮我擦擦皮鞋怎么了 姐夫林俊们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你听不听 我容易吗 我这辈子我倒霉倒霉 你身上了 我跟你说 你这房子首付压了我一辈子 大姐夫 你好好擦 我这笔买卖要弹下来 有你的好处 到时候我会越来越富 越来越富 越来越富 我就是咱们家的 岳父 岳父来 岳父 岳父岳父 回一会儿出门 赶紧擦 赵经营 爸 为首付服务呢 你是不是要跟人家出去谈个买卖 让我帮他把鞋擦一下 你就这么惯着他吧 你以为你这是为他好呢 你早晚把他给惯出毛病来 为啥呢 为啥 你没看见钱水凤吗 最近是越来越飘越来越堕瑟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为啥呢 他不就是觉得他有俩钱吗 我告诉你这么点啊 一会儿和我演一出戏 为啥呢 为啥咱就板板他这毛病 治治他这脾气 我让他知道知道 在这个家里他到底算老几 行 听我的啊 一会儿无论我说什么 你都得顺着我 明白 千万别问我为什么 明白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这就好办了 为啥呢 为 这行 看这事可以吧 那个钢子 我刚才到福利彩票那个 对讲那种去了 你昨天买一张奖券 中上了 二等奖 奖金 二十万 我中二十万 对 为啥呢 你点个好 为啥呢 为啥呢 不是 爸 自从我做生意以后啊 对钱这个字 我听得特别真切 什么二十万 什么奖券 我看看 岳父说话 省父不信啊 岳父说话 省父肯定信 就是我大姐夫能充二十万 我实在是不能相信 哎 钱顺芬啊 怎么的 我就不能挣钱吗 我还告诉你 我就挣了二十万 你这样过二十万吗 有二十万你都不一定会花 你太气人了你 我告诉你我怎么花 来来来 你过来 我告诉你怎么花 喂 车行吗 那个新能源车 我要了 对 另外我问一下 你们车行卖飞机吗 有人让我打听一下 呼应七四骑 现在什么价格 咋 这人吃饱了撑的 我觉得他也是吃饱了撑的 不是 大姐夫谁要买飞机啊 你啊 我买不起飞机 你看 你不是说了吗 只要我买了汽车 你就买飞机 他说没说 他说完 我听着了 地方邻居 他说没说 买吧 你真中了二十万呢 我中了 哎呦 大姐夫 你有二十万你会花吗 前世锋提出这个是个问题 刚才你过来 来 你这样 我是你岳父吗 是啊 我说话你听吗 听啊 听你就听我的 把你奖金这20万 你送给钱水峰 应付 爸爸 爸爸应付 英明 英明 这不是什么英明不英明 当初咱们家买房子的时候 首付那20万不是你付的吗 我付的 是吧 现在刚才中奖中了20万 我让他把这奖金20万送给你 以后咱们家这个首付就不是你了 当初我们家买房的时候有点困难 你能挺身而出 拿出20万交首付 你是条汉子 你酷啊 你霸道 但是那时候呢 咱们刚才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现在不一样了 刚才有钱了 他火了 他有听了 马上就又发财了 从今以后在这个家里 记住了啊 我是你岳父 岳父 他是你首付 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我 我这回我上厅了 对吧 我一爬我就糊到20万 是吧 以后我就是首付了 接下来邻居们 咱们家从今天开始 房子的首付是谁付的 哎呦我的小心杠哎 我跟你说 我怎么这么难受呢 你听我我跟你说 后面还有难受的 你说 你记住 你不是什么黄鲤鸟 我是 你就是一只小小鸟 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也飞 却咱们也飞不着 对不起 你房子还真好 好 大姐夫 哎 那行吧 那个20万你快给我 我现在正需要20万我到处借呢 借不着 不是这个这个是这样啊 当初你是首付的时候 对啊 你往外掏钱的时候 这么痛快过吗 没有 挺痛快的呀我 不是是不是有个程序 他每次都有个程序 你按程序走 好行行行 大姐夫来来来来 你快坐下 你坐下你坐 哎呀你你你 干啥 按程序走啊 大姐夫你好 哎呀你哪儿不舒服 我没捏你 哎呀呀呀呀 你捏我呀还能掐我呀 我都给你按摩嘛 你这按摩太难受 别人受不了 你这样吧 我这鞋有点脏了 我给你擦 哎呀 什么了不起 这 快快快 这有鞋油啊 这有鞋油 哎呦我的天呐 哎呀 哎呀我的妈 你往哪抹 我这袜子 你看你给我抹 哎呀 哎呀我的天呐 擦鞋吗这不是 擦鞋你不能往袜子上抹呀 哎呀你怎么这么多事 你把这点鞋油 你得弄到鞋上 来来来来 这行了吧 来来来来 哎呀这擦个鞋啊 哎呀我的天呐 哎呀我的天呐 哎不是你别 你没有你这么擦的 怎么擦呀 你先一开始把它打匀了 然后你再啪啪啪啪打油 明白吗 我这不就成云了吗 哎呀 你不能给你擦它这个鞋 哎呀你这怎么能这么干的 怎么干的 过来啊 你怎么能这么干的 怎么干的 鞋都让你弄埋态了 你知道吧 你看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吧 是吧 你呢先上油 对吧 别着急 是吧 把油上完以后呢 你得慢慢的把它呀 全给它打开 哦 明白了吗 这好这好 完了你得看着别人的袜子 哦 当打开以后呢 然后你再这么打 明白不 你得这样打 明白不 啊 你这样 没错吧 位置错了 位置很对 爸我跟你说呀 今天还没怎么干活呢 这一槽鞋 绑子甩开了 还挺舒服的 你看这多好 现在你是首富 哎呀 太好了 你起来 我起来 我是首富 来来来来 对吧 哎呦我的天 来来来来 来来 别别别 你可一只脚祸吧 好 一只脚一只脚 哎呀 你天哪 你把我的袜子弄了 你爸 你快点 行不行 你以后人家都等着 哎 哎 哎 啥呢 我给首富擦鞋呢 啥 啥首富啊 咱家房子的首富啊 咱家房子首富不你吗 没有 从今天开始 就我了 哎呀 啥情况啊 媳妇 来 这这么个情况 大姐夫 手好啊 买一张奖件 中个二等奖 中了二十万 人家把房子首富 还给咱来 哎 还给你就要啊 不要的 你咋的 那你缺钱呢 我没有 就正要借这二十万的 这二十万来了 哎呦对 我还得赶紧把这约会 给取消了 我这回去 就是借那二十万的 哎呀 哎呀 喂 喂老黄 什么 让我叫你黄总 我凭什么叫你黄总 我不就是借你二十万吗 哎 小黄 我说你好好想想 我就借你这二十万 你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后天 哎 怎么着呀 你想啊 什么 对 我今天不去了 正式告诉你 二十万我有了 菜都上来了 自己吃吧 自己付钱 大老板 大老板的气势 太可能腿腿的乐呢 什么呀 心咋那么大呢 你呢 啊 你知道你在我们家 这几年 为什么这么叱吵吗 那钱是什么我优秀啊 哈哈 你谁给你的自信呢 来我给你今儿上一课啊 对比一下 大姐夫麻烦你除了一下来 啊 小女 看啥呀 来来来 你俩站一块来 怎么着呢 对比一下啊 在这个家里 我问你 顿海拔 你有人家个高吗 好像差不多吧 差一块呢 你有人家眼睛大吗 好像差不多吧 你使劲凳都没有人 闭上大 你长的颜值 有人家好吗 好像也差不多吧 也好像吧 差老远了 那就相当于 我大姐夫站楼顶上 你直接被拍地下使去了 还有啊 再看咱家的三个男人 来爸 你也过来一下 来 哎呦 我这份啊 现在这个家里 这个是岳父 这个已经从大姐夫 升为了首富 你 就是我丈夫 我明白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从贵妇变成了怨妇 咋的 你还不服吗 还服了 怪不得刚才 街坊邻居们一喊 首富是他的 我这个心 像针扎了一下似的 我比你扎得还疼呢 你就夺吧 你说挺好 你首富 你给我整没了 然后让我在家里 还怎么横晃啊 啊 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啊 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夫啊 我怎么江湖小米粒啊 对啊 我怎么在我爸爸面前以后耍驴啊 对啊 我二驴最成功的鼠指 是不是在江湖上消失了啊 那以后你开驴还驴 驴的不应急 哎呀 二姑娘啊 听爸 听爸跟你说啊 你都在咱们家驴了几十年了 够辛苦的了 是吧 是吧 以后吧 你接着还驴 没事 别这么伤心 别难过啊 刚才那个事 是我逗前顺风玩的 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我不信 真没那么回事 真没这事 爸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没这事啊 不哭啊 没这事就好了 没这事 那二十万 根本就没有啊 大姐夫你奖券呢 我从来不买奖券 哎哎哎 不是 老师王我必须得到手啊 我今天得给人家交钱签合同吗 你不找那黄总借了吗 对对对黄总 我还借什么呀我呀 我平时这黄总我都当爷爷伺候着 我今天就要到小黄了都 还能借给我吗 我说爸呀大姐夫 你俩给就坑死我吧 没话呀 大姐夫你俩这玩笑开的 真是有点 哎呀这故事都没问题 哎呀我没想到 我倒白照跟你说 你别躲啊 别躲啊 我没想到 大姐夫 从这女生叹息当中我听出来 你肯定有办法了 他把办法告诉你 四伯 哎 这张卡里有二十万 你拿吧 假的吧 钱是粉啊 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就不能有钱呢 你哪来个二十万呢你 爸给的我二十万 偏心眼儿 不是 我是他岳父 他说的那个爸不是我这个爸 他那个爸是他自己的爸 我爸爸给了我二十万 哦就是养鸡那种 对呀 怎么 你不是瞧不起我爸爸 我还告诉你 我爸继承了我爷爷的仪子 在家回去就养鸡 他养的不是一般的鸡 那是 他养的是 倒鸡 今年挣了一百二十万 我爸把这零头二十万给我了 零头给你了 他能不能把枕头给你了 那没给 他说这一百万 他留着给我找一个后妈 那你爸是真有正事 我爸在这方面不如咱爸 我让你刮我了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实在话 这里边本来啊 有二十万 我呢 想拿出十万来呢 买一辆车 另外十万呢 本来就打算给你 你看 当初咱们家这个房子首付是二十万 对对对 我也是女婿 你也是女婿 对 按理说咱俩应该平分 当时我不是没钱吗 对吧 正好 你现在不是缺钱吗 来 这里边二十万 一分没动 你拿走 那你这车就买不成了 没事 车不要紧 你先就你这个题 另外你放心啊 咱们家这个房子的首付的名誉充号 在外边永远属于你 不好意思 是 爸 你看看你大姐夫是怎么说的 是 怎么做的 是 你再想想平时你自己 是 咱们是一家人 是 没有高低规贱之分 是 和谐才是咱们的家风 记住了 记住了 在这个家里 我是你岳父 谁 她是你姐夫 姐夫 她是你媳妇 媳妇 不管你有钱没钱 你永远是咱们家的首付 爸呀 大姐夫 从街坊邻居那我还能这么说吗 你试试去 街坊邻居们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 谁付的 你 我受不了 大姐夫 我还得忙着呢 抓紧时间把鞋锅擦干净 没事你放心 我给你擦 赶紧给我做饭去 我抓紧时间歇会 我刚刚 我怎么觉得咱俩白忙活了呢 为啥呢 还为啥呢 这样活呢 来来快点 快点